哈喽大家好 那我相信 各位如果有經驗的話 我們在配水管的時候 經常會碰到這個穴的問題 因為我們鋸水管的話 一般都是用這種 手工具在鋸 那手工具在鋸的時候 上面都很多穴穴 那這是非常苦惱的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要來告訴各位 要怎麼處理這個穴穴的問題 那我桌上有幾個水管 那這是四分六分一寸的 那我都是用這個鋸子鋸過了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這個頭 這個頭都是很多穴穴 幾分的都一樣 都是很多穴穴 四分六分一寸都這樣子 那這個穴穴要怎麼處理 有人是拿剪刀挖一挖 可是外面呢 扣一扣嗎 那是很落伍的事情 那我們來跟各位講一下 各位可以用這個東西 這裡面有三個刀片 那另外這邊 也是三個刀片 那這個方向是一個凹進去 一個凸出來的 不一樣 凸出來的是修整這個內側的 那凹進去這個刀片 是修整外側的 那我們來做給各位看一下 譬如說這個 內外都很多碎穴 我們先修整內部 修整內部 內部修好了 有沒有看到 穴掉出來了 好那再修整外部 有沒有 一個是整內部 一個是整外部 我們來六分的 這樣就好了 那一吋的也是一樣 一吋的 一吋的 內部 外部 這樣就好了 那各位看這個方法是不是非常容易呢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所謂的這個水管的絞刀 就是我們在絞肉那個絞 水管的絞刀 那這個有大有小 那這一個是可以到這個一吋 那還有更大的 那個人可以依據你工作上的需求 去買這個東西回來用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東西 那以上呢 跟各位介紹個這個好用的工具 希望各位還會喜歡 那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謝謝各位 拜拜